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双方的骑兵无论是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 都有着令人惊叹的表现 那么东西两位的骑兵精锐 在芒山会开启怎样的大战 骑兵这一兵种从诞生之初发展到南北朝时期 它都经历了哪些演变呢 北京大学赵长征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金戈铁马骑兵篇》上部第二十集 《芒山之战》 公元543年东魏的北豫州刺史高仲密 占据虎劳关发动了反叛向西魏投降 西魏的丞相宇文泰知道这个消息 非常的高兴 他觉得这是重新夺取中原的一个好机会 那么高仲密所占据的这个虎劳关呀 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军事要塞 他在哪里呢 他就在今天河南省秦阳市西北的四水镇 在黄河边上 这是一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的地方 如果西魏能够占据虎劳关 那么他就像是一颗钉子 深深地扎在东魏的腹地 能够吸引东魏的重兵集群 那么这个时候呢 西魏如果派出重兵来争夺洛阳周边地区 就会非常的有利 但是啊 有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只是孤单单的一座官城 它离西魏的本土还比较远 从西魏的境内到虎劳关呢 还要经过洛阳 而洛阳的首将是侯景 在五年以前 河桥之战中 侯景的厉害 已经给西魏的这些将帅们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现在虎劳关还孤悬那么远 在洛阳以东 怎么样才能跟高中密联系上呢 而且啊 高中密他部下的这些人都是东魏士兵 高中密投降西魏 他部下这些人 未必会愿意铁了心地跟他投降西魏啊 那么如果东魏进攻虎劳关 他能够守多久呢 这都是未知数 所以最好啊 是派一支军队 去把高中密接回来 然后用西魏的士兵去守这个虎劳关 但是这个动作呀 太大了 怎么样能够在侯景的眼皮底下 把这个事情做完呢 很难 所以啊 西魏的各位大将 大家全都不敢随便接受这样的一个任务 这个时候啊 大将李远 他就站出来说话了 他说啊 虎劳关确实离我们很远 而且呢 高欢还在河阳驻扎重兵 我们确实啊 很难做到这个事情 但是 兵贵神速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啊 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 一直犹豫不决 那么很快啊 这个战绩就会失去 最后啊 这个事情是解决不了的 宇文泰听说 李远啊 他愿意来接受这个任务 感到非常的高兴 马上啊 就任命李远做刑台上书 让他率领一支骑兵部队 作为前锋 去接应虎劳关 他自己呢 率领西魏的大军 紧紧地跟在后面 李远 率领这支骑兵部队 就出发了 他秘密地走了 某条小道 最后居然神奇地 来到了虎劳关 把高中密和他的部队呢 都成功地接回了西魏 并且他留下了将军魏光 镇守虎劳关 史书上对李远的这一次 长途的骑兵作战啊 并没有很详细的记载 但实际上啊 他真是一次非常优秀的战力 足以进入中国骑兵战士 李远他到底是 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 用的是什么行动方案 居然能够一去一回 把整支部队从虎劳关 救回西魏的呢 要知道 这可是在大老虎猴警的 眼皮子底下 做成的这件事情啊 所以啊 李远对于骑兵的运用 真可谓是出神入化 只可惜史官没有记载 让我们这些 后代独立式的人啊 感到颇为遗憾 李远回到了西魏 主力宇文泰仗下 两军呢会合 这个时候啊 宇文泰呢 就率军继续东进 在三月份的时候 就包围了河阳的南城 听说西魏大军出动 东魏丞相高欢也不敢怠慢 他先派他的妹夫 大将射迪干为大都督 率领大军呢 南下支援侯警 他自己呢 在率领主力 为后继来到了黄河的北岸 宇文泰呢 就从河桥的南城撤军 回到了铲水边 此时河桥啊 被东魏军控制 宇文泰呢 想要破坏河桥 不让高欢渡过黄河 来到河南 所以呢 他就从上游呢 放下很多火船 顺流而下 想要飘到河桥那里 把河桥烧毁 东魏的大将 胡绿金呢 想出了对策 他就派人啊 划着一百多条小船 小船上呢 带着铁链子 当看见火船 从上游飘下来的时候啊 东魏军士兵呢 就用长钉 钉住火船 然后呢 用铁链子 把它拴上 岸上的人呢 就拽这个铁链子 把火船呢 拉到了河岸边 这样就保住了河桥的安全 高欢率领东魏主力 从河桥上渡过黄河 来到了黄河南岸 在芒山脚下扎营 宇文泰 把资重都留在了潺水边 清帅骑兵部队呢 登上芒山 打算突袭高欢 但是他的这个行动 被东魏的骑兵发现了 他们就向高欢 做了报告 说西贼啊 离我们洛州有四十里 现在啊 吃了干粮 正在跑过来 高欢听了以后啊 冷笑一声 说他们到芒山上 那里没有水啊 渴死他们 等不到我来消灭他们呀 他们就渴得差不多了 于是高欢呢 就在芒山脚下摆开阵势 静待西魏军的进攻 三月十八日的黎明 两军相遇 芒山大战就拉开了序幕 因为宇文泰的骑兵啊 很长时间没有喝到水 所以呢 这个时候啊 一个个都已经咳得嗓子冒烟了 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呢 就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战斗力 他想要突袭东魏军队 这个战略的目的也没有达成 因为被对方发现了 已经是严阵以待了 所以呢 作战就变成了双方的正面对决 东魏有一员猛将 名叫彭乐 他率领数千名铁甲重骑兵 向西魏军大阵发动了袭击 彭乐啊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将领 他一马当先冲在前面 那么后面呢 这几千军队啊 都是战斗力最强的重骑兵 所以迅速地就把当面的西魏军队打崩了 在西魏的大阵中间呢 撕开一条口子 直接就灌了进去 就像用刀切豆腐一样的顺利 但是打得太顺利啊 也给彭乐带来了一定的麻烦 因为在后面的东魏军远远地看过去呢 好像他并没有遭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啊 怎么就直接冲进了西魏军的大阵里面去了呢 然后这些人就消失了 他们以为啊 彭乐是投降了 所以赶紧去向高欢报告 说不得了了 彭将军啊 率领他的军队投降西贼了 高欢一听啊 勃然大度 说这个彭乐呀 当年他背叛了寒楼 投奔了耳朱容 后来又背叛了耳朱是投奔我 今天他又背叛我 又投奔西贼了 哎呀 这个人真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啊 这个时候啊 彭乐呀 正打得起劲呢 他率领的这支部队啊 可以说一往无前 一阵风一样的 就打到了西魏的中军 而中军这一边呢 还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宇文泰这次出征啊 有很多西魏的王公大臣 也跟着来了 所以啊 许多人来不及逃跑 都被彭乐一下子俘虏了 这一下子啊 东魏军就士气大震 全军发动了进攻 西魏那一边呢 就士气大摔 根本就抵挡不住啊 一下子权限崩溃 这个时候啊 高欢高兴了 哦 原来彭乐并不是去投降敌人 而是啊 立了大功回来了 于是啊 高欢呢 就命令彭乐 你给我啊 去把宇文泰抓住了 彭乐得到这个命令啊 就率军猛追宇文泰 还真让他给追上了 他的军队战斗力又强 把宇文泰的边上这些亲兵啊 全都给打垮了 彭乐呢 亲自就追这个宇文泰 宇文泰啊 这个着急啊 拼命地跑 眼看着彭乐的马呢 离他越来越近 宇文泰情急之下呢 回头就向彭乐喊话 他是这样说的 吃男子 今日无我 明日岂有乳爷 何不及还 钱饮收金宝 就说你这个傻瓜呀 今天你把我给弄死了 明天还有你吗 你知道你对于高欢的价值在哪里吗 不就是你会打仗吗 如果把我这个最大的对头给干掉了 那高欢还用得着你吗 接下来是什么 那不就是兔死狗碰 鸟尽工藏吗 你好好想想吧 你啊 不如放过我 赶紧到我的大营里面去 抢金银财宝吧 疼他一听 嗯 有道理呀 说得对呀 得 我还是不追了 所以呀 把马一勒 回头啊 就去抢宇文泰的大营 抢了一大堆的金银财宝 回去了 他呢 就拿着宇文泰的金腰带 去向高欢汇报 就说呀 宇文泰已经被我打败了 他很侥幸地从我的刀刃下漏走了 但是这一次啊 应该打得他魂飞胆丧 他以后再也不敢跟我们作对了 高欢听了就奇怪 就问他 你是怎么把他漏走的呀 你怎么就没有抓住他呢 就要问这个细节 这个彭乐呀 他是一个粗人 他只会打仗 他不会说谎啊 所以一下子呢 他就想不出很好的话 来把这个谎给他说圆了 所以最后呢 没办法 他就很老实地 就把宇文泰 对他说的这番话呢 也都告诉了高欢 说完以后啊 他还加了一句话 他就说呀 不畏此语放之 他说我可不是为了 宇文泰对我说的这句话 才把他放了的呀 彭乐的这句话呀 非常搞笑 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 一个现实版 让我们这些读史书的后人啊 感到忍俊不禁 但是高欢在当时啊 可就没有这么好的心情了 他呀气得是七窍生烟 火冒三丈 拿起刀啊 就要砍这个彭乐的脑袋 高欢啊 这刀啊 最终还是没有砍下去 舍不得杀这个彭乐 彭乐啊 侥幸逃脱一死 他也知道自己这一回 是犯了大错误了 所以啊 就向高欢请求 说请您再给我五千骑兵 我再去把宇文泰给抓回来 高欢气哼哼地说 你刚才为什么把他放走啊 你现在还说再把他抓回来 哼 于是高欢命令 拿来三千品的券 压在了彭乐的身上 既是对他当天 冲破西魏大镇的奖赏 也是对他放走宇文泰的一个 形式上的惩罚 虽然宇文泰的侥幸逃脱 令高欢功败垂成 但是东魏彭乐所统帅的重骑兵 却显示出了强大的战力 这样的威力无疑得益于 当时骑程器具的长足发展 从马鞍和马凳的广泛使用 到战马所佩戴铠甲的出现 南北朝时期的北方骑兵 已然向重型骑兵的方向开始发展 那么盲山之战中 宇文泰会如何再密战机 面对西魏的追兵 东魏的高欢是如何逃出升天的呢 第二天 三月十九日 双方整军再战 经过前一天的惨败 西魏军已经被消灭了三万多人 可以说是元气大伤 但是宇文泰并不气馁 他觉得自己还有重新获胜的机会 他和手下的大将们重整了军队 宇文泰亲自坐镇中军 命令赵桂领左军 洛干惠等人领右军 宇文泰的中军和右军呢 就集中了主要的部队 尤其是骑兵 猛烈地进攻东魏军队 这一下子呀 就反而把东魏呢 给打崩了 取得了胜利 在此之前呢 东魏的军队里面 有一个小兵 因为偷杀了一头毛驴 犯了罪 按照军法呢 是要斩首的 但是高欢呢 当时没有杀他 就说呀 等打完这一仗 回到晋阳再杀 那么这个小兵啊 他就趁着别人不注意呢 就偷偷地逃出来 投奔了西位这一边 就把高欢所在的位置啊 就告诉了宇文泰 宇文泰呀 就招募了三千名士兵 组织了赶死队 由大都督贺巴胜率领 要去突击这个高欢 这个打击啊 来得非常的伶俐 也非常的精准 一下子就突到了 高欢的中军大营里面 这一下呀 高欢措手不及 他还没有来得及 上马逃跑 他的马就找不着了 跑掉了 还是边上的一个手下 把自己的马 让给了高欢 高欢骑着马呢 很狼狈地逃跑 跟随他的人啊 只有七个人 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马 那么他们这样跑呢 后面呢 西卫军就紧紧地追过来 眼看得越追越近 要跑不掉了 都督卫星庆 就对高欢说 说大王 请您快跑 我呢 留下来断后 我身上带了一百支箭 可以杀敌人一百人 您放心吧 在这个时候啊 危急关头 一个人留下来断后 那一般呢 是活不了的 很明显 魏星庆呢 就是打算用自己一死 来为高欢获取逃命的机会 高欢看到魏星庆如此的忠心 非常的感动 他就说呀 如果这一次你能够活着回来 我就任命你为淮州刺史 如果你不幸回不来 我就让你的儿子来当这个官 魏星庆就说呀 我的儿子还太小了 请求您让我的哥哥当吧 高欢说 没问题 一言为定 于是就打马离去 魏星庆呢 就回过头来 向西魏军射箭 抵挡追兵 当他把箭射完以后 不出意料 他自己也战死了 魏星庆 只是短暂地 迟滞了一下西魏的追兵 西魏军啊 很快又追上来了 贺巴胜 作为西魏的名将 他的武艺非常好 现在他亲自率领13名骑兵 猛追高欢 越追越近 贺巴胜的朔呀 已经马上就要刺到高欢的背上了 贺巴胜啊 就对高欢大声说 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 正准备要下手的时候 突然旁边呀 飞来一箭 就把贺巴胜的马呀 当场就射死了 射箭的这个人呢 是高欢手下另一位年轻的将领 他名叫段韶 他是高欢的妻子 楼昭君的外甥 后来呀 这个段韶啊 就成长为北齐的三大名将之一 这一次啊 他可是救了高欢一命啊 贺巴胜的马被射死了 那没办法呀 就只好换一匹马 经过这么一折腾呢 高欢就已经走远了 因为这一次他们赶死队出击呀 都是带着近战兵器 就都没有带弓箭 所以呢 贺巴胜虽然他的剑法非常好 没有带弓箭 就眼睁睁地看着高欢跑掉了 贺巴胜非常的懊恼 不仅是仰天长叹 他说 今日之事 无不知公使者 天也 今天的这个事情啊 我居然没有带弓箭 这只是天意呀 高欢成功地逃脱了以后呢 他也重整了东魏的军队 整顿好之后呢 重新向西魏军发动了攻击 因为东魏军啊 占据了数量的优势 所以呢 西魏这一边 遭到东魏军主要打击的呢 是西魏的左军 那么左军的将领 赵桂这些人呢 慢慢地就抵挡不住 最终败退了 然后东魏军呢 又和西魏的中军 又互相对垒上了 中军是宇文泰亲自率领的 但是最终呢 他这个中军呀 也还是没有能够打过东魏军 也被迫败退了 在这一天后来的作战中 是西魏军逐渐地 被东魏军压倒打败 但是呢 西魏军也出现了不少 很骁勇的战将 他们在败退的过程中 仍然发扬了英勇作战的精神 有如下的几位 一位是王雅 王雅在西魏军败退的过程中呢 他突然跛转码头 带领他手下的骑兵啊 反过来又向东魏军发动冲锋 虽然他这一批骑兵不多 但是冲击力很强 王雅一马当先连杀了九名敌军 东魏军啊 顿时啊 被他的这种勇气所折服 纷纷地退开 还有一位是耿令贵 他对他的部下说呀 大丈夫看见敌人 应该左手指着长硕 右手挥舞钢刀 冲到敌人中间 并立死战 在这个时候啊 不能怕死 要是皱一下眉头 那都不算是英雄好汉 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就这样冲进了东魏的阵中 但底下的人啊 都没有他那么勇敢 大家就看见 这个耿令贵啊 一个人就冲进了东魏大阵 边上啊 只看见东魏的这个兵器啊 拼命地在挥舞 大家都说 完了 这一回耿将军肯定是死了 没想到过了一阵啊 耿令贵啊 挥舞着大刀啊 满脸是血的 又杀出来了 大家一看 都惊为天人 觉得这个耿将军 真是太神勇了 另一位将领 叫王胡仁 他呢 就率领三百骑兵 也是反冲到了 东魏的大阵中间 所向披靡 也是杀开了一条血路 东魏军呢 纷纷后撤 在这一天的作战中 王胡仁 耿令贵 王文达等将领呢 表现得非常的英勇 这一仗啊 打到晚上 西魏军就战败了 当时啊 战场非常混乱 有一部分西魏军呢 就还留在战场上 被东魏军所阻隔 没有能够及时地撤回 大将于锦呢 就率领他的部队 站在原地 装出一副老老实实 等待处分的样子 当时高欢啊 也来不及去处理 这些投降的士兵 匆匆地呀 带领他的骑兵呢 要去追击宇文泰 等到东魏的骑兵 都跑过去以后啊 于锦呢 就命令他的部下上马 从后面再打击东魏军 一下子呀 就让东魏军 陷入了很大的混乱 另外一位大将独孤信 他也是把打散的 流落在敌后的 这一些西魏的散兵啊 都收拢起来 也是从后面进攻东魏军 所以东魏军在追击的过程中呢 突然后背挨了一击 一下子呀 陷入了惊扰和混乱 所以就被迫停止了追击 这就使得西魏的主力呢 能够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 安全地撤退了 西魏的右军 在洛干惠等人的率领下呢 其实并没有打败 但是左军和中军都败了 右军也不能单独地 再留在战场上 所以他们呢 也且战且退 东魏军呢 也向他们追过来 洛干惠看见东魏军追来了 他呢不着急 他反而命令厨师 停下来 做饭 于是呢 他就和身边的人啊 一起吃饭 吃完饭 他对左右说 他说死在长安 和死在这里 有什么区别呀 所以呀 在撤退的过程中呢 他们打起旗帜 吹起号角 不慌不忙地 大摇大摆地往回撤 东魏的追兵来了以后啊 看见他们这一副 有恃无恐的样子啊 反而有点狐疑 怀疑在边上有扶兵 所以呢 不敢过分靠近 就这样 洛干惠呢 就带着他的右军呢 很安全地撤回了 随着西魏大军的败退 宇文泰原本想以虎牢官 作为战略支点 打击东魏的设想 也化为泡影 那么 这座身陷敌地的雄官显爱 宇文泰会做何打算 高欢和宇文泰之间 悬念叠起的对峙 又会走向怎样的结局呢 西魏有一个著名的守城专家 名叫王思政 王思政啊 曾经在河东修了一个城 叫做玉碧城 这个城啊 在现在山西省的 济山县的南城 他在这里 凭借很少的兵力 扛住了高欢大军的围城战 王思政呢 这一下子名气就更大了 现在呢 宇文泰得到了虎牢官 他首先想到的守官的最好的人选 当然就是王思政了 所以急招王思政 从玉碧赶来 但是现在 在今天的盲山之战中 西魏大军全县败退 所以呢 原有的战略构想就已经泡汤了 现在再派王思政去守虎牢官 已经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啊 宇文泰就对王思政说 你呀 也别去火牢官了 你就守这个洪农城吧 洪农呢 在现在河南省的领保市 是一个重要的军事重镇 所以王思政呢 就负责守卫洪农城 来断后 宇文泰率领大军呢 就继续向西撤离 王思政进入洪农啊 就命令 把城门都打开 大家都放松啊 把衣服盔甲都脱下来 好好地睡一觉 好好休息 然后王思政还勉励安慰 他的这一些将士们 说你们不要害怕 东魏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这样过了几天啊 整个洪农的人心军心都安定下来 当东魏的追兵到达的时候啊 他们听说 守城的是 王思政 这可是一个守城专家 去年啊 把我们打得很惨 所以啊 不敢进攻洪农 就撤回了 那边虎劳关呢 还有西魏的一个守将 魏光 宇文泰就派了间谍啊 想要悄悄地潜入城中 对魏光说 你要坚守城池 没想到这个送信的间谍呢 在路上就被侯景抓住了 侯景啊 就把他带的信呢 重新写了一下 意思就改成了 你应该赶紧撤退 所以啊 魏光得到信以后呢 就连夜 弃城逃跑了 侯景呢 就兵不续任地 又重新地得到了虎劳关 那么东西魏这一次 规模巨大的芒山之战 就此落下了帷幕 东魏高欢集团 东魏高欢集团利用自己的实力优势 兵力优势 又在新一轮的双方对决中 打败了西魏军 在东西魏对峙的过程中啊 因为东魏在整体实力上是占优的 所以呢 是胜多败少 但是高欢呢 每一次都没有利用战胜的 很好的机会 继续全力追击 而是给了西魏与文泰集团 以喘息的机会 所以呢 没有能够把战场的胜利 变成全局的胜利 最后呢 使得西魏集团能够存活下来 并且长期跟他对峙 西魏这一边呢 虽然他们整体的实力 是属于弱小的一方 但是宇文泰等人 他们呢 是历经图治 奋发图强 团结一心 所以使得西魏啊 不再生存了下来 而且国势呢 还蒸蒸日上 逐渐拉近了与东魏的差距 后来啊 宇文泰的儿子宇文爵 建立了北州 取代了西魏 而高欢的儿子高阳 建立了北齐 取代了东魏 在北齐和北州的对峙过程中呢 北州是越来越强 北齐是越来越弱 最后呢 北州的实力反过来超过了北齐 在公元577年 北州最终消灭了北齐 两雄对峙的故事呢 到此就告一段落了 现在啊 我们可以把骑兵 从产生 一直到南北朝 这段时间的发展历史呢 简单的做一个回顾 最先啊 因为马具 非常的不发达 非常的简陋 所以对马不好控制 对马的利用啊 最先只是用来驾车 而不能直接骑乘 所以最先在战场上的表现呢 就是形成了以司马拉的战车 为核心的军队 战国的时候 赵国的赵武林王 学习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射技术 在赵国推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 使得中原也开始有了成建制的 大规模的骑兵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啊 马具非常的落后 马鞍呢 只有一个雏形 更不要提马凳了 那还早着呢 远远还没有到发明的时候 那么骑兵 在一个劣质的马鞍上面 他很难保持自己的平衡 他只能用他的两条腿 拼命地夹住马身 才能保证在马的背上不摔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 骑兵呢 就只能是轻骑兵 只能是以骑射为主要的作战方法 而不能直接冲击对方的奸阵 因为你要冲击对方的话 巨大的反作用力 一定会把骑兵从马上掀下来 这个时候的骑兵就是轻骑兵 他们起的作用呢 也只能是辅助性的 平常干一些什么呢 骚扰 侦查 追击 遮断 做一些这样的工作 到了楚汉战争的时候 骑兵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 虽然当时的安居 并没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根据史记的记载 楚汉双方都已经出现了 身批重甲 守直长脊 冲击对方 奸阵的重骑兵 那么在安居 还没有很大进步的情况下 如何能够冲击对方的奸阵呢 这是值得我们学术界 探讨的一个问题 到了汉朝呢 主要的军事威胁 是北方的匈奴 匈奴全民都是骑马的 所以他全部的军队呢 都是骑兵 具有非常强的机动性 在汉初 匈奴骑兵 曾经把汉高祖刘邦 包围在白登山 差一点呢 俘虏了他 此后汉朝下决心 也发展自己的骑兵 经过长期的努力 到汉武帝的时候 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 涌现了像魏清 霍去病这样优秀的骑兵将领 发动了对匈奴的全县大反攻 并且最后获得了胜利 在汉军的骑兵中间啊 大部分也仍然是轻骑兵 不过呢 也有少部分的重骑兵 他们手之长脊 身披铁甲 还配有铁刀 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这个时候啊 骑兵还装备了一种 很厉害的远射兵器 就是弩 很大的加强了骑兵的战斗力 从东汉到三国这段时间呢 骑兵继续发展 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使用骑兵 向对方的奸阵进行冲击 我们所熟知的很多的骑兵将领 像公孙赞 曹仁 吕布 关羽 赵云 文阳这些人 都曾经啊 一马当先的率领骑兵 冲击敌人的奸阵 从两汉到魏晋 为了能够让骑兵更安稳的 乘坐在马上 人们不断地改进马鞍 就是把马鞍的前后两边啊 不断地加高 做成像桥一样的形状 叫做安桥 那么这个安桥呢 不断地加高 到近代啊 就形成了高桥马鞍 从三国到两晋 有一种全新的马鞠被发明出来 它在历史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马鞠就是马凳 马凳的发明呢 很好地解决了骑兵左右的平衡问题 我们前面说的高桥马鞍呢 它解决的是前后纵向的平衡 就是使得骑兵啊 不容易向前面栽倒和向后扬倒 现在马凳的发明呢 就是使得骑兵左右都可以踩踏实了 不会向两边摔倒 这样的话呀 马凳就使得骑兵和马 可以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骑兵再也不用担心 向前冲击的时候 巨大的反作用力 把自己掀到马下面去了 这样它就可以充分地发挥马的速度 和机动性 全力以赴地向前冲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骑兵最好的武器 就是长达四米的长术 两晋南北朝时期啊 这种向前冲击的 直接冲击敌人坚镇的战术 就成为了一个最常用的战术 它达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 直接冲阵的技术 就造成了作战的强度啊 指数级别的提高 那么对于马的安全 对于马的防护 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个时候呢 就要大量的装备马的铠甲 马铠 在吸进以后啊 就把这个马铠呢 叫做锯装 或者叫锯装凯 同时人也劈铁甲 马也劈铁甲 这样的骑兵呢 就叫做甲骑锯装 两晋南北朝 是锯装骑兵的巅峰时期 当时啊 北方有很多的少数民族 都是盛产马匹的嘛 他们呢 都发展出了大量的骑兵 他们的军队 都是以骑兵作为核心的 到隋唐以后啊 骑兵的发展 就又体现出了新的方向 有了新的变化 但是呢 那又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